晚上11点 欢迎大家加入今天晚间的新闻夜铺了 大家晚安 我是雄银 好 雄银开始我们要聚焦这个话题了 本来应该站在第一线呢 帮大家呢 做要滴水不漏的这国家级的口罩队 但没想到现在好像出包了耶 甚至你看到哦 当不是台湾制的口罩 混入了有中国制的口罩 一起卖给大家 而且已经流入市面 想当然很多人会觉得很恐慌啊 新北市药局贩售的实名制口罩呢 经传说 其实不是MIT的 有混入中国制的产品 经过调查是那么一家呢 位在巴黎的加力科技 以中国制产品的混冲实名制的 医药局的这个口罩来进行销售 甚至被爆出呢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耶 你看到这样的口罩呢 看上去好像跟这MIT的口罩很像嘛 甚至还有印上这刚硬 但实际上他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批货 对此呢 工厂老板呢 承认说 他犯错了 甚至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他自己一个人身上 但他强调呢 那么做都是为了员工 因为他说呢 现在呢 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每天都在日以继夜 不断在加工口罩 在赶制口罩 导致一个月可能才休两天嘛 有些员工实在是hold不住 同时呢 交出去的口罩 他认为也不是劣质品 但是混冲行为呢 依旧换来勒令停工 甚至这个工厂要被罚 想到医疗籍的口罩呢 当中混冲有中国制的口罩 然后你看到哦 身为这口罩国家队议员的嘉丽科技公司 被踢爆呢 他们直接用这中国制的口罩呢 混冲台湾制的 甚至还有印上自己的刚硬 你看到如果未来呢 有民众买到呢 是carry mask 这样的一个标志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拿去退货的 现在市面上有三百多万个 像这样子的大陆制的口罩呢 混入市面 那当然老板是说呢 他是为了体恤员工嘛 员工太辛苦了 几乎呢 每个月都只有休两天 实在很累 但问题是把大陆制口罩戴在脸上 老百姓是情何以堪啊 甚至还有大批口罩呢 流到市场上面去了 业者回应呢 主要是因为呢 政府征用政策 他们实在是hold不住 没有办法附和 被问到有没有其他业者 也有出现类似的情形呢 你看到晚间这个画面 业者清上火箱要做说明 到底又讲了一些什么 我们听听看他的说法 我刚刚年的商与做赌注 好刚才老板姓氏淡淡认为说呢 自己呢 在大陆找来代工的口罩呢 防护效果是来到99.8%的 可是问题来了 大家呢 关心呢 恐怕不是这口罩的防护率 而是观感问题 毕竟呢 号称是国家队 但出来的口罩不是MIT嘛 被爆出用中国用的料子 来做成口罩 在市面上面不断流窜呢 甚至搞不好有民众都已经买到家了 那民众对口罩国家队的信心难免 就一定会大打折扣啊 因为邮局配送的口罩现在出包 那么邮局呢 其实也深受其害 卫生局经过一番稽查过后 检调 现在都已经介入调查了哦 尤其是主办的市邻地检署呢 甚至派出了口罩专组 就是为了应对像这样的问题啊 好 说回焦点 我们聚焦在南投金船这一名四岁大的女童 遭到了杀害埋尸 凶险呢 是女童妈妈的前男友 疑似呢 因为是吸完毒之后对这一名女童施暴 导致呢 女童暴毙了 跟着呢 还遭伙同一名菜姓女 这个菜姓朋友呢 一起把这女童呢 埋在南投老家后面的空地 因为呢 这一名友人后来阴暗入狱 不小心跟狱友说溜嘴 所以呢 整起命案才因此曝光 就在女童生日的中元节当天 整景呢 拘提了女童的妈妈 还有她的前男友 终于是突破这两个人的新房 然后在隔天 弃尸地点开挖出这小女童 训后呢 把涉案的三个人 统统依法送败 到这两天呢 震惊全台湾保全界的李宗睿 诱骗少女的案子 整个社会都哗然了 可是现在传出哦 又有少女失踪耶 苗栗这一名交集的父亲呢 在网路上面po文 说自己才刚刚升国 三十四岁大的女儿 在五月初 疑似遭到一名十九岁的 李姓少年给拐走 而且过了四个月时间 她的女儿到现在为止 都找不到人耶 那最近呢 她主要是看到 这一名高雄失踪少女的 最后平安被救回来 所以心目当中 就燃起了一丝希望 她也跟着上网po文 也在镜头面前呢 温情喊话 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方式 要大家帮忙把她的女儿 找回来啊 那回顾呢 这保全界的李宗瑞案件 当时她把少女又拐到新竹 甚至还囚禁在了密室当中 您看到画面当中 上铐的这名三十一岁的 罗姓主贤落网之后 被发现呢 当时呢 她套了一个黑色的项圈 在女生的脖子上面 甚至还恐吓少女说呢 你不能够乱闹 乱的话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 不好的想法 这个项圈呢 是会通电的 所以少女吓得呢 想当然是不敢离开 这两瓶大的密室 那么甚至呢 直到她坐到警车之后 才敢放声大哭 虽然事后呢 警方证实说 其实这个项圈 完全是不会通电 只不过吓唬少女用的 但是其实早在 诱拐少女的两个礼拜之前 这名主贤 就曾经在游戏群组当中 有跟其他的玩家透露 说她已经下定了 这个通电的项圈 显而易见 她是预谋犯案 话题人物 还有她馆长 陈志涵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开启了直播 内容长达呢 20分钟 其中呢 更有好大一部分 展现出她自己 铁汉柔情的一面 她说释放当下呢 为什么她会开启直播呢 就是很担心呢 自己可能就因此 一走了之了 所以呢 跟家人之间 很紧密的相处 其实呢 先前呢 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这一回呢 透过镜头方式呢 向家人喊话 说自己真的很爱他们 最后还谈到呢 意外牵连不少人 内心想 当然是觉得蛮愧疚的 陈志涵在 3号下午1点左右呢 从医院低调出院了 就怕呢 又会有意外发生 所以这一回呢 警方加派警力 在她的住处 还有健身房外头 就是要做好戒备啊 是非常多人 心目当中的软乐 但说到这一回呢 陈志涵呢 遭遇到枪击事件 现在为止呢 当然是没有办法健身 但是呢 他在法院的案件呢 也因为这个关系呢 必须要往后延起 不过馆长呢 还是可以在脸书上面 大战酸鸣 甚至还说 自己能够束后七天 就出院 是因为呢 本身自己的身体 是异常的强壮 还呛网友呢 先去被志士手枪 开三枪 再来酸他吧 那馆长呢 受伤之前的 最后一件案子 就是呢 杠上综艺天王吴宗宪 还记得吗 当时这两个人 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为了那么一句话 到底网红 有没有素质啊 两个人对簿公堂 馆长因为开直播 骂脏话 所以呢 是吃上了 公然侮辱官司 台北地便在 本周一判决呢 是拘役58天 一颗罚金 5万8 不过法官呢 同意缓刑 条件是 必须要捐作 公益10万块 两年内 不可以再骂献哥了 新闻呢 实在是有那么一些 莫名其妙耶 你看到 发生在这高节2号下午 传出这位大陆籍的大妈呢 因为不让三名 国中女生进车厢 挡住人家 甚至还把人家 给骂哭了耶 保全呢 于是乎就把所有人 带到了战务台 结果呢 这个大妈呢 好像还没有办法解气耶 继续不断的骂 甚至还波及到 无辜的游客 那后来你看到 像这样的一个冲突画面 后续呢 账务人员就请来了 就捷运警察 还有辖区的远警 来处理看看 那最后呢 平息风波了 战狼外交 促使呢 欧洲国家跟中国呢 现在也渐行渐远 那这一回呢 就王毅八天访问 欧洲五个国家 原本就是希望 可以拉拢 这欧盟的盟友 对抗美国 但没想到 现在好像碰了 一鼻子的灰耶 尤其是公开呛瞎说 这杰克访问台湾 将会付出代价的 那德国外长 也不是省油的灯 直接回呛 中国像这样的威胁呢 不是用套在欧洲身上 对王毅接待的态度 比过往呢 真的冷淡许多 台阶友好 但中国急跳脚 你看到这一幕 总统参文 就在今天上午呢 总统府接见了 杰克参议院的 议长的维特奇 同时你看到 刚才呢 追赠了这已故 杰克前议长的 柯家洛的特种大寿 青云勋章 那么一个勋章呢 都已经被妥当 甚至还出现 一个铜框画面 而维特奇也准备了 非常多别具有意义的礼物 比方说像是 十字架啊 梅花 一顾杰克前议长 柯家洛最爱的杯子 还有呢 特别是用着 食材 所特制的守护天使 象征要守护台湾的自由 和民主啊 今天三号也是台湾的 九三军人节 总统母发言人 特别在脸书呢 po出自己身穿迷彩服的画面 同时你看到像这样 蛮有趣的画面 就是网络节目呢 这回出现了特别的花絮 在预告当中 主持人呢 台志元 还有Kit 他们要挑战 是一日宪兵 同时呢 前往总统府这边战绍 那重点呢 是什么 重点彩蛋来咯 彩蛋的部分呢 是在结尾的时候 还听到了 总统蔡英文的声音 所以到时候会不会出现 三个人同框画面啊 有点期待 中国大陆最近呢 出现不少 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 当地就有网络媒体揭发 原本呢 国外不是很流行 所谓的搭讪艺术吗 在中国这边变成 不法的团体吸睛手法 甚至你看到 他们跟人家收取 很贵的月费 然后还有呢 贩售盗版的名牌 甚至呢 还有教学员 如何诃骗女生 甚至还有人 把女性的私密照片呢 当作是自己的战利品 只不过讲到呢 中国警方在2018年 查获之后呢 负责人 当时只有G1五天 罚款五万块钱 人民币就了事了 所以导致呢 像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呢 最近依旧是层出不穷啊 都说农历七月怪事特别多 比方说呢 像监视器就拍到这一幕 桃园机场在1号晚上呢 停机坪上面的两组轮架 在没有人推动的情况底下 你看哦 他自己在动耶 自己往前缓慢的移动 明明旁边都拍不到有人啊 可是好像有人在后面推他耶 甚至还自动转一圈 网友就把这个影片呢 po到脸书 甚至说 这七月半了 好恐怖哦 那航空公司就讲了 主要是因为呢 其他航机要进入到跑道的时候呢 推力很大 所以呢 机尾流导致部分的梯架 就是像这样子乱动嘛 那就怕这梯架乱跑呢 会引起意外 所以航空公司呢 已经把这个区域的梯架 其实都已经清空 同时也把这个梯架放置区呢 统统都做移除了 好 有时候真的是吓死人哦 特别是在鬼月的时候 你看到一些小细节啊 或者是说呢 真的很容易看到黑影就开枪 有民众呢 在竹南大排水沟呢 看到打马赛克的这一幕 如果呢 我们没有把马赛克解除 你还以为说是一个女子 以为有人溺水了吗 顺着水流往下流 这边刚好一名调科经过 然后还真的以为说 是不是有女生溺水 赶快跳下去去救她 就后来就上来发现说 这根本就不是命案啊 也不是真人啊 是有人把他仿真娃娃 直接乱丢耶 所以导致大家看了 都吓死了 那其实各地的公庙 都可以举办一些普渡的活动嘛 那你看到在台中 那么一位民众呢 在网路发文 他参加南屯区 那么一间妈祖庙的普渡 可是他看到这一幕 他觉得也不太妥当 庙方呢 把集体回收的金子呢 通通的是借由 这压缩式的垃圾车 把它给砸碎 认为说这个做法 会不会对好兄弟不敬啊 这个钱嘛 纸钱通通都砸碎了 应该用大货车来载 庙方解释了 要给好兄弟的金子 不能够在庙里头烧 一切都是配合师傅规定的 清洁对回应呢 一般都是用这资源 回收车去做运送 但主要是这一回啊 这金子数量太多太庞大 所以呢 才会干脆出动垃圾车 好你看哦 其实电影情节往往在真实世界是有机会发生的 这是卡通 这是现实生活 我们做了一个双框放在这边 你会觉得 哇 好 amazing 还记得在2009年这一部动画 天外奇迹那一大堆的气球呢 载着一个房子直接升空 唯美画面呢 现在出现在真实生活耶 你看到全球知名的魔术师呢 大卫布莱恩 这回有新的创举了 他也是用好多好多颗的气球 加起来是几颗 52颗 直接飞越了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沙漠 甚至这一幕很多人都觉得说 哇 好厉害 好神奇 精彩的画面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走进了台湾人都很喜爱的 香甜雪莉桶威士忌风味呢 现在品牌又再度推出了全新巧思 全新的威士忌诞生了 同时呢 在台北新一区打造呢 现实的快选店 邀请消费者呢 大家一起化身特务 接受一连串很精密设计的挑战 依照指示呢 在实验桌上面完成观色 闻香品名的任务 层层要拆解威士忌 富裕香甜的风味啊 哇 这一桌大家看了都会口水直流吧 农历七月的中原普渡呢 要来款待好兄弟 那今年主办方呢 这一名红杏头家 除了自己下海去捕捞海鲜之外呢 甚至还自费了七万多块钱 就是那么一桌桌的澎湃的海鲜 网友看了都说 哦 这口水都要滴下来 好羡慕哦 只不过吃完 应该都痛疯了吧 主企业呢 可以在台湾数位转型上面呢 有所觉醒 进而呢 强化竞争力 所以呢 2020数位应用周开幕 举办为期整整四天时间系列活动 包括实体主题演讲啊 线上直播啊 线上展览 还有2020的金样奖 颁奖以及那么一场 AI线上国际记者会 那么行政院的副院长的 沈荣金开幕仪式的时候表示了 为了呼应主办单位活动主题 数位转型 台湾最行 资讯服务业呢 过去对台湾数位经济成长 做出贡献 同时协助政府推动自动化 电子化 数位化 智慧化 一步一步的提出各项解决方案 协助国家推动数位转型 武汉肺炎名人又再度中标 好莱坞动作男性的技师强 虽然金船呢 跟太太 还有两个女儿 一家四口呢 通通染疫耶 现在必须停工 三个月时间 刘以豪克服整整十一年的心魔 跨航呢 成为这唱片新人耶 甚至呢 还发起了全新的EP 你看呢 其实呢 刘以豪过去呢 很少开口唱歌耶 这一回呢 他跨足这歌坛 心情难免一定会蛮紧张的嘛 那在主持人黄子焦的强烈要求底下呢 首度在镜头面前还有轻唱一下哦 那好声音大家会觉得蛮惊艳的 原来不只会演戏还会唱歌 那这一回发片记者会上面 梦耿如也有现身当嘉宾 首度呢 跟黄子焦在非公益场会呢 这场所这边 夫妻两个人同框 那么也成为刘以豪的左右护法 看得出来 三个人的交情实在是蛮不错的耶 到底我们带您聚焦 在南投这边经传着一名四岁大女童 遭到了杀害埋尸 那凶贤是谁 凶贤是女童妈妈的前男友 疑似是因为吸了毒 然后对女童施暴 导致呢 女童暴毙了 然后他就伙同一名蔡姓友人呢 一起把这女童埋在南投老家后头的空地 主要是因为呢 这名友人后来呢 阴暗入狱 然后又不小心跟狱友说溜嘴 所以呢 整起的埋尸命案 才因此曝光 就在女童生日的中元节当天 卷警呢 拘提了女童的妈妈 还有她的前男友 终于突破这两个人的心房 没想到虎毒不食